這裡一台破車窗 那裡又一台 還有並排停放的車輛車窗 也是連連遭破壞 車主一早要牽車 看見滿地碎玻璃器的上網 發文控訴 萬外沒料到 此文一出境意外 調出更多受害者 大探又有人受害 還指出附近其他停車場 類似情況還不只出現一次 一早更有遭窃車主 心急如焚前來關心 雲床拔掉之後 拿羅來拔從上面這邊調 你看這邊都冒掉了 這邊都還有一些腳印 嫌犯就是鎖定重劃區 這邊人煙稀少 加上沒有家莊監視器 因此敲破車窗下手刑切 大膽敲窗賊4號 凌晨現身新北市新店區的 央北重劃區 看準地廣人稀的私心停車場 鎖定10年以上老舊車輛 敲破後三角車窗偷竊 沒想到還不夠 又跑去對面 沒有家莊監視器的 浮興停車場 對營業用車下手 敲破玻璃偷竊 當晚就有9台車受害 其中一台遭妾小黃問獎 準備開車上班 當場募集妾賊行妾 但對方卻變稱 自己只是想找地方睡覺 隨後迅速逃逸 還把司機原本要繳的 2萬元車袋通通拿走 累了沒地方睡覺 結果他就坐在裡面休息 我說那你不要跑 我當他報警 當我報警以後 該說地址的時候 他就直接跳窗就跑 很快很熟練的感覺 裡面的零錢門他還沒看到 因為他可能只收了後面而已 遭敲窗車主紛紛報警 目前警方正積極調閱監視器 歹人 否則這一連串的敲窗竊財 車主們可真吃不消 記者蕭鎮 鄭小璇 新北報導